希望大家上次期 我們就合國和袁寬恒 中二立委補選選不到兩中 各個候選人請跑 拜票行程 袁寬恒打陸戰開直播 跟在垃圾車後方 與在地競選志工 幫選民丟垃圾 拜票致意 途中丟完垃圾 就握選民的手 讓陳氏陳柏惟團隊的主任 很酸 衛生觀感不佳 也若袁寬恒仿效對手的 選舉模式 如果要注意衛生的話 那陳柏惟你應該注意一下 你的口腔為什麼 那用我們年紀理的觀點來講 是不是現在你要霸佔垃圾車 只有你可以掃 只有你可以跟垃圾車 是這個概念嗎 他回應握手是禮儀 還有跟在垃圾車後面 不是陳柏惟的專利 要對手不要抹黑 被人家發現 他那邊佔用那些保護主機 他就講說 那是你沒有抓到我 我們沒有看過偷人家東西之後 被發現還講說 誰叫你當初被抓我 誰叫你鎖標弄得比較嚴謹一點 這個已經到了無賴的地步了 林靜宜回覆 嚴家在地資源多 民進黨打入戰 本來就吃虧 也繼續針對嚴家違建 攻保地等等 直嗆 嚴寬恒就是個無賴 宣稱持續白熱化 就有專家分析 公投結果四個不同意 凡是林靜宜 讓五千票一舉逆轉 但是未來事件交易 所預測結果 卻是嚴寬恒以58 領先林靜宜的43 但最後選舉結果 不是賭盤 或者專家分析說了算 最後的決定權 還是握在中二選民的手上 TVBS新聞李承宏 廖凡一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